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好不好,刚刚真的小朋友的现实实在太棒了 绝对不能只是小朋友说耶稣早安 好不好,跟着我一起说 天父早安 天父早安 耶稣早安 耶稣早安 圣灵早安 圣灵早安 要我们带给三位一体的真神一个掌声 感谢赞美主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到大家当中 真的很享受,从一开始在师班的练习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真的都不只是回家 这当然本来就是我的属灵的家 那也包含,我真的觉得 好像天父的爱就满满在这个当中 那今天也特别询问过 呃,直视 那也遵循这个政府的规定 我还是决定 我还是把古题 这个不是,把口罩拿下来 难得回来到这边 让大家看看我们有没有改变 好,那很感谢主 那大家也知道 过去七年真的很谢谢大家的祷告 让大家祷告 真的我们在印尼宣教的七年 真的是虽然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真的是有神特别的保守跟带领 那今年七月七号我们回到台湾以后 一直到现在也不知不觉三个多月了 对,那也是在适应新的身份 那不只是祝教 那未来预备当神学院的老师 那还有我也在读博士班 那嘉燕也在读木林之商的硕士 那我们三个孩子也在新海国小读书 所以很难得一家五口 我们都一起当学生 所以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带导 所以让我们能够很平安的 来到今天我们全家能够来这边 一起来敬拜神 那大家如果今天看到我第一张投影片 大家不要看错 不要觉得今天怎么走错教会了 今天还是古丁圣教会 但是我们都知道黄牧师师母 他们今天代表我们的教会 去参加这个竹南圣教会 七十周年的庆典 真的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时刻 那为什么我说非常感恩呢 因为竹南圣教会 当然是我们圣教会的一份子 但是竹南圣教会 也跟我们家族有特别的关系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 我们我的外公 我的阿公 戴德修牧师 那他就在竹南圣教会 有十五年的幕会的时间 那中间上面最帅的就是我的阿公 跟我的舅舅长得超像的 应该是舅舅跟阿公长得超像的 对对对 OK 那真的非常感恩 所以今天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 我有个感动 我今天虽然天气没有那么冷 但是我还是决定穿上这件西装外套 为什么呢 虽然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合身 但是他里面刻着就是 戴德修 我外公牧师的西装外套 所以今天我真的特别纪念的 我相信他不只在竹南圣教会 包含现在我们在这边古庭圣教会 我们都继续一起来服侍神 阿们 所以今天真的让我们一起来渴慕神的话语 我相信神的作为今天 神的话语今天要来对我们说话 那我在预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 圣灵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给我一个主题叫做除去怕子 好不好 跟我一起来念这个主题 除去怕子 我想这个在预备的时候 不只是想到 神过去怎么样对我们一家的一个带领跟恩典 跟这个主题有很深的关系以外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能大家现在很羡慕我 能够暂时脱下口罩 我们在这几年的疫情当中 非常的辛苦 我们每一天都戴着口罩 我们都想要除去我们这个面罩 脸上的这个口罩 但是我相信神今天他更要除去的是 我们心中的怕子 阿妹吗 因为神的话语说 神的话语怎么说 他说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说 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 怕子就几时除去了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怕子就会被除去 那我很喜欢一个翻译的版本 在当代的译本 一样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 好帮我们一起大声来读一次 来请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其实我们更深的去默想 包含我预备在默想的时候 我就真的很感受到 真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 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工作 回首过往常常真的 我们生命中有好多的怕子 会拦住我们认识耶稣 还有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护照 对吗 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脸上有什么东西 现在可能有口罩 那只是让我们呼吸不舒服 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在圣灵的光照里面 去检视自己的生命 常常其实我们心中是有一些怕子的 所以今天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过去的一些经历跟领受 而这个经文不只是提醒我们 不只是渴慕我们要除去怕子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 常常有一些不同的怕子 常常可能是有一些错误 但是我们没有察觉的价值观 常常更可能是一些 我们可能不小心偏差的神学观 包含这个文化可能带给我们一些 不知不觉浅移默化不好的印象 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的关键是 我们是不是只是来聚会而已 我们是不是只是来听一篇道理 还是我们今天真的渴慕说 主啊如果我很渴慕拿下口罩 我是不是同样渴慕 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怕子 大家也知道之前前一阵子 家彦跟三个孩子也确诊 那个时候为了保守 我几乎24小时连在家连睡觉 我都戴着口罩 哇那阵子真的已经戴到 我说主啊这要到什么时候 真的好闷啊 连那个洗澡当然不行嘛 洗澡一定要拿下来 我都很小心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 我好想要脱下口罩 所以那时候那阵子的经历 就让一直到现在很提醒我 如果我那时候全然喘不过气 我想要脱下我的口罩 那今天我是不是有同样的渴慕说 主啊如果我心中还有什么怕子 影响我对你的认识 主啊今天求你来出去 最后把我们先再次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祷告 主啊今天我们不只是求疫情 快快地止息下来 使我们早日能够除去我们的口罩 主啊今天我们更渴慕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 这句经文都成为我们的渴望 使我们的心转向主 时刻心转向主 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怕子 那个拦住我们认识你的怕子 那个拦住我们跟随你的怕子 主啊今天 主啊不是我能够讲什么 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让我们有一个新鲜的渴慕 求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 谢谢耶稣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都知道这个怕子 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引用这个怕子 其实在字意上 当然是讲到在出外几季 摩西用来遮脸的面纱 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来请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下西奈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 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就怕哀敬他 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怕子蒙上脸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说话就接去怕子 即使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 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摩西又用怕子蒙上脸 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接去怕子 我们从这段经文很清楚的看见 当摩西当时上西奈山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 当他跟神面对面 当时他领受神荣耀的一个律法 他下山的时候 圣经记载说他的面皮是怎么样 发光 这个虽然很荣耀 可是如果发生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脸发光 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 但是你就可以想象 那个不是只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如果你看以色列人当时的反应 是害怕怎么样 挨敬他 从这段经文我们有一个 有几个很好的提醒跟学习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罪的人包含当时的以色列民 包含现在的我们 如果当我们还活在罪的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无法直视跟面对神的荣光 不要忘记当彼得遇见耶稣 当他经历主的神迹的时候 他说的我们黄牧师也讲过好几次 他不是说 哇赶快来给我更多 他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以人的角度是不可能讲出这句话 但是当我们真正遇见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生命中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还有罪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我们跟荣耀的神是无法亲近的 那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所以当以色列民当时陷在罪中的时候 他们无法直视面对神的荣耀跟荣光 以至于当时摩西就暂时的蒙上帕子 但是你看见摩西 他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刚刚经文中两次记载 他每一次到神的面前 他做一个动作是什么 他接去帕子 他没有再忘记把口罩拿下 他记得来到神的面前 他一定要接去帕子 然后第三个 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要接去帕子 因为我们真的是 我看过一个故事 他讲到说 有一个人 这是一个遇到故事 讲到说有一个人 哇他今天到外面 然后前阵子就是天气一直都很不好 然后今天出去 哇他又觉得 怎么今天天气又雾蒙蒙的 怎么天气又很差 可是他身边的人就说 今天已经放晴了 今天是蓝天 是一个很好的天气 可他怎么看都觉得 都还是雾蒙蒙 结果最后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的眼镜 是雾的 是脏污的 所以真的我们必须承认 有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 有一些脏污 或是有一些不对的帕子 价值观的时候 虽然可能一个东西是真实 是对的 但是我们错误的认知 一个蒙蔽的帕子 会影响我们对一个事情 对神的真理的一个看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要接去帕子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 真正的认识 这位爱我们的神 第三 我们从摩西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要怎么样子 在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的服饰 是不是有自然的反应 神的荣耀跟荣光 当时摩西 他可能没有留意到 但是当他真的与神面对面 他跟神没有任何的拦阻的时候 他的生命是一个散发神荣光的 一个服饰跟生命 回想我们的服饰跟生命 我们有没有常常长脸 来面对面遇见耶稣 我们的服饰是不是让别人看见 神的荣耀呢 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 但是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使徒保罗 在这边他要特别讲到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主题 是从保罗在哥林罗后书讲到的 为什么保罗当时要引用这个经文呢 我们先一起来读他的上下文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他是我们能够担任新约的执事 这新约不是用律法条文立的 而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律法条文带给人死亡 但圣灵赐给人生命 这最终带来死亡 刻在石板上 尽管很快就消失了 以色列人仍然无法定睛看他 那么圣灵的事工岂不更有荣耀吗 那渐渐消逝的藏钱有荣耀 这永远长存的更是荣耀无比 我们因为有着极大的盼望 就放胆无惧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以免以色列人看见那渐渐消逝的荣光 我在这边选用的也是当代译本 因为原本的荣耀本 我觉得在这个当代译本当中 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保罗当时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 特别讲到 其实这段经文看似很简单 但是其实它有很多让我们不太明白 老实说当时我在查考 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哇 我也是卡在这边很久 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不是很确定 到底保罗当时怎么知道 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 是不想要让以色列人看见那渐渐消逝的荣光 但是当我请教我的神学院老师 包括我自己查考的过程 我看见保罗当时他引用摩西的这样子一个例子的时候 他要强调的是 即使摩西当时领受神的律法 哇 他得到的是多大的荣光跟荣耀 但是还是会渐渐怎么样 消逝的 而保罗在这边要强调的 他从圣灵领受的一个新约的事工 是一个荣上加荣 存到永远一个蛮有荣耀的一个新约的职份 那到底保罗为什么当时要特别强调呢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如果大家知道当时的背景 有很多人质疑使徒保罗 他身为使徒的职份跟他的工作 以至于他们对保罗的教导有很多的扭曲跟误解 就好像他们的心眼蒙住一个帕子 他们对神的真理有模糊不清错误的理解 有时候我们也像当时的人一样 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 但是我们才是在抵挡神的那群人 所以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使徒保罗说他们心里刚硬 直到今天读旧约的时候 那个帕子还没有截取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有时候是的我们在读圣经 是的我们觉得我的解读一定是对的 但是如果有时候撒旦有一些谎言 或是我们过去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像帕子蒙蔽在我们的心眼上 如果我们不正确的来认识真理跟信仰 常常我们也不知不觉 落入到当时的人的状态 他们在抵挡保罗 他们觉得他们在捍卫真理 但是其实他们是在抵挡神 所以今天我要问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一个帕子 这个帕子当然对现代的我们 就是拦阻我们对神 对这个信仰有正确领会的一个遮蔽物 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完全认识基督了 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这件事情 我们都还在认识耶稣的过程 但是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觉得 我认识耶稣够了 我是不是觉得我认识耶稣 反正我大部分人都知道了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参加 黄牧师的查经班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 就像这个礼拜二 牧师在讲四福音书的导论 我在群组中有看见 那福音书可能我们已经看了多少次了 我们觉得我们懂了 但是当黄牧师 他把他从四个福音书 他的写作对象 还有当时他要强调耶稣的身份 在福音耶稣基督是什么 来看看他还记得吗 君王 这个黄牧师听到录影会非常的开心 没有白交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知道 每一个福音书原来他的背景 原来他要写作的对象 我们就好像原本那个帕子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认识了 但是当我们一打开 哇我们对那个经文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真的再次要鼓励 我们古田的弟兄姐妹 就像我的爸爸在群组也说的 真的难得有免费的神学院的老师来教课 大家务必好好把握 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 持续来请进神 阿们 所以要不要跟旁边的人说 如果可以你要来参加 真的牧师是花代价在教大家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 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就会说我们的心归向主 我们什么时候归向主 我们的帕子其实就挪去了 后面一句话说什么 主就是什么 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我们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对吗 你的灵在哪里 然后呢一起唱 哪里就有自由 我们都喜欢唱这首歌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但是到底什么是自由 我现在神的话很清楚的讲到说 神的真理使我们自由 只要我们更深的认识神 我们行在神的真理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个 更深的自由跟释放 大家阿妹吗 阿妹 所以今天不是靠我们的理性 去认识耶稣 我们要求圣灵的帮助 因为圣灵是生理的圣灵 圣灵要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圣灵 所以我们渴慕 为什么今天我很喜欢 主日祷告会的那首诗歌 圣灵我全心的承认你 圣灵我全心的欢迎你 因为我们的生命 何等需要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的心 能够真实的归向耶稣 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帕子 所以今天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神要来除去 我们生命中 哪三种帕子 第一 我们要靠住出去 蒙蔽我们生命的帕子 那这张照片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 就是我们古临圣家会上礼拜 去户外礼拜 的一个崇拜的一个画面 那我当天晚上 我就在Facebook 也听完了这个信息 那我觉得真的很棒 能够一起来领受 那我从听这位弟兄分享的时候 我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他以前 他说他以前 哇他觉得他是somebody 对不对 哇他在事业上 很大的成就 他很成功 哇他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但是后来 他怎么样经历 婚姻的一些问题 破碎 欠债 各方面的事情 但是神怎么带领 他回到神的面前 如果在座 或者是网路上还没有听过的 鼓励大家可以去点开听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生命中 常常有一些帕子 是我们没有察觉的 就像这位弟兄 他以前也不觉得 我有什么帕子 但是当主帮他揭去了这个帕子 他就知道原来 他之前被一个错误的成功的观念 成功的价值观蒙蔽住 他被他错误的那个赚钱的观念 蒙蔽住 以至于可能他不小心就欠债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 圣经的话语说 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个应许 就当怎么样 洁净自己 要除去身体 灵魂 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生命中 主啊 祢帮助我们 我们生命中 如果还有一切的污秽 就像那个 藏掉的眼镜 求祢帮助我 擦干净 让我能够更深的看见 能够来认识祢 我在上次 我们在灵魂神学院 我有分享到 我个人在生命历程当中 真的是神怎么除去我 个人生命的帕子 我在进去灵魂神学院之前 曾经 我的舅舅会非常的了解我 我是一个 某一程度 是一个蛮骄傲的人 那我骄傲的那句话 大家很常听 我也不要重述了 但是如果大家 可能比较不知道的 以前我也是 好了 以前 有些人在 连阿温都不知道 反正以前我就觉得 我一定是考到一个 最好的学校 不可能有其他的 以前我是一个 这样子很骄傲的人 但是 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的 是 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 很自卑的人 每次别人跟我 听到我讲这个 大家都觉得 蛤 自诚 怎么可能 你看起来都很好 你注意念的不错 你有什么好自卑的 但是我以前 我是一个真的很自卑的人 我觉得我这个人 就是觉得 各方面就是普普通通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 就是很不幽默 我觉得我的同学都好幽默 能够 就像凯轩一样 很快能够跟别人建立关心 然后我觉得 我到一个新的环境 我就觉得 我很不自在 我要很多的时间 我才能够跟别人相处 所以以前我有很多的自卑 但是我认识耶稣以后 当然神除去我的帕子 让我慢慢的好了起来 但是没有想到 当我进到林阳神学院 哇 我才发现 我这个帕子 可能才接了一点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哇 这个会去念神学院的 都是在教会 可能有很多的服侍的经验 大家以前我也觉得 我在古临圣教会 从小在这边服侍 我也参与很多 从行政到牧养 各方面敬拜 然后我也觉得 我的服侍应该还不错 哇 结果到林阳神学院 哇 这个刚刚 那个舅舅在林阳师班 就是卧虎长龙 哇 就好多神学生 我的同学 一个比一个 有恩赐 然后一个比一个服侍 哇 非常的有果效 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 我非常的就感觉到 那个自卑的那个 好像根又跑出来 那我就发现 原来我的自信的来源是 我想要比 我比别人好 我才有自信 然后才发现 原来我这样的一个自卑 其实也是一个自傲 所以真的让神让我看见 我的生命原来 还有这个自卑 跟自傲的帕子 还没有被挪去 而当我在林阳神学院 我也发现 我的生命 有一个自义的帕子 就像以前 我以前我也觉得 我对圣灵 我已经足够的认识了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在校园团契查经 我怎么会不懂圣灵 我怎么会不懂圣灵的恩赐 但是当我在林阳神学院 神接去我 这个自义的帕子 我才发现 原来我对圣灵的认识 是的 我跟天父可能很熟 我跟耶稣 当然我更熟 但是圣灵我知道 但是我才发现 原来我这么样的不认识 以至于以前 我甚至还排斥 圣灵的恩赐 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是自私 神让我看见 我没有渴慕去 向主 向圣灵求更多的属灵恩赐 某一程度是自私的 因为圣灵的恩赐 是怎么样 帮助我们来建造教会 来帮助我们服侍弟兄姐妹 而我竟然落入在一个 自义的里面 我觉得我够了 我对圣灵的认识够了 我对圣灵恩赐的认识够了 其实某一程度 我发现 我落落在一个自私的情况 我会发现 我根本没有传福音的 一个动力 所以我到一个地步 我就会发现 哇 原来 我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帕子 是还没有挪去的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哪一种帕子 但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错误的帕子 影响我们爱神 影响我们爱人如己 影响我们来建造教会 影响我们来爱我们身边的人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来揭开 神的时候很清楚 圣灵用这句话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怎么样 合乎 忠道 所以那时候 我跟那位弟兄 我曾经讲过一句 同样的一句话 Sometimes I thought I was somebody 我以前觉得 哇 我是somebody 可是有时候落入到一个自卑 Some other time I felt I was nobody 我觉得 我不是什么 我觉得我想要躲起来 我不想要服侍神 我觉得 那些人去服侍就好了 我不要服侍 但是当圣灵接去 我生命的这个帕子 神让我学习 At all time I know I'm Jesus' body 我是基督的肢体 每一个基督的肢体 各有用处 但是我要在我的位置上 我要来好好服侍神 所以神在临神的时候 很清楚地教导我 有时候我们自卑 是看我们自己比别人弱 但是我们要学习一个真正的谦卑 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当别人表现好的时候 当别人有恩赐的时候 我要真心地为他开心 哇 我真心地为他赞美神 但是我后来发现 停在这个地方还是不够的 就像现在我在灵阳神学院 我跟这群老师们在一起 这么资深 这么伟大的老师 我要谦卑太容易了 本来就比我强太多了 所以如果我一不小心 我又把那个帕子蒙回去 我又落入到自卑的里面 所以神告诉我 很清楚他说 你要合乎忠报 你要怎么样 你要单单地看耶稣 你要单单地看耶稣 看耶稣对你的呼召 看耶稣对你交托给你的使命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无论如何 揭开帕子 要来单单地来看耶稣 Amen 这是神要揭去 蒙蔽我们生命的帕子 当我们生命的帕子 被揭去的时候 神要进一步来揭去什么 蒙蔽我们呼召的帕子 如果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林阳神学院 它的全名叫做什么 教母宣教神学院 那我为什么刻意 好像大家为什么 这个宣教这么淡 当时我就是这样 看这个学校的 真的 当时我那时候蒙召的时候 我心里面满腔的热忱 说我要好好受装备 我未来要回到古林圣教会 我要好好地牧养 在这边神托付给我的养群 我对牧养有负担 别人也觉得我像一个牧师 神说好太好了 我回应神的呼召 但是我完全看不到宣教这两个字 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我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情 我觉得神 哇那个伟大的人的呼召 不要找我 我就回来就好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没想到神带领我们全家 去印尼亚加达服侍宣教 曾经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但是到一个地步 当神揭开我生命当中 祂对我那个呼召的帕子 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帕子 影响到拦阻了神对我生命的那个呼召 所以当神揭开以后 我不只是变成黑色的字 甚至变色了 甚至放大了 这个是真的 我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以前的感觉 就是以前我完全看不到 但是神把它放大 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觉得我们的呼召就是这样了 我们也做得很喜乐 我们也有一些果效 但是其实有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 有一些更大的计划 不是要我们成为多伟大的人 而是那个是真正让你能够完全发挥 完成完全为神效力的一个呼召 所以今天不要再说 我就是这样了 我不是说 我不是讲到这边 大家全部都要去国外宣教 没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主啊 在这个教会 是的我可能已经有一些服事了 你有没有还要我做什么 主啊 我已经在我的公司 我默默的为我同事祷告了 主啊你还有呼召我要做什么 求你拿走我生命的 对呼召的这个帕子 求你来帮助 就像当时神呼召我们去 大家应该也知道 神感动家宴 后来我们领受了这首叫做成为祝福 你呼召我离开本地 其实不是只是本地而已 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舒适的地方 舒适不是不好 不是不对 神渴望我们有平安 但是神有时候要鼓励我们 为他来多走一里路 为身边人多走一里路 来服侍他的百姓 虽然有时候会软弱 虽然双脚会颤抖 但是主赐我力量 真的在印尼这七年的过程 真的我们不断地经历 有很多的状况 但是神赐我们力量 我们也觉得感谢神 神带领我们在那边 真的有看见神 很大的恩典跟工作 真的我们的心智 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也很清楚 其实每次问我们 什么时候要回来 我们真的都说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心就觉得 神已经呼召我们去了 我们就去了 没有回来的时间点 但是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神好像带领我们绕了一圈 再次回到 我的本地 但是 真的这几个月 当我站在 灵阳神学院的时候 老实说成为祝福的那首歌 都是我的祷告 我的心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害怕 虽然可能没有到双脚颤抖 但是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担心 我到底可不可以 我能够教吗 我是谁 我凭什么当老师 但是 神很清楚的 好像再一次接去我生命 那个呼召的帕子 好像神再一次把 这个两个叫 把它放大 神说你在古灵圣教会有牧养了 你在印尼有宣教了 现在是你回来 好好的教牧养 教宣教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当神这样开启我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感动 也是非常的敬畏 也非常的觉得不配 但是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我也跟我的同学说 不是每一个人念灵圆 教牧养教选学院 一定走上这条路 可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生命 都有一个呼召 有时候是我们还没有看见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渴慕神 把那个帕子揭开 就像神再次也是用 约瑟雅记一章九节 来对我说话 我相信今天也要对大家说话 不管你的呼召是什么 可能你觉得你的呼召又大又难 可能现在神给你的呼召 你还没有跟别人讲 你不敢讲 你觉得那个 那个是我不敢面对的挑战 就埋在心里吧 但是好吧 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读 这句神的应许 我们来读 请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 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是的神 不管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无论是困难或简单 神说 不要惊慌 不要害怕 我们只要回应神的呼召 神必定与我们同在 阿们 所以神就进一步告诉我 当我在很软弱的时候 我看到这句话 神说成为祝福 是为了 只是为了 越来越像 你就是爱我们的耶稣 成为祝福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要做什么 很伟大的事情 好像我们要眼睛 看到一些成绩 我们才觉得 我们成为祝福 神对我说 成为祝福 其实就是单单的 我们越来越像 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呢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多的反映出主的荣光呢 不管我们做什么 我们服事什么 我们在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学校 我们有没有活出主的见证 让别人看见 哇 耶稣的生命这么好 我想要来认识他 那就是成为祝福 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说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看见主的荣光 就好像什么 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主的灵 变成了 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一切 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说 主啊 我想要更认识你 天父我要更认识你 耶稣我要更认识你 圣灵我要更认识你 我渴望你更多的光照我 让我能够越来越像耶稣 如果我们夫妻在一起 我们变得像夫妻脸 那我们不是应该更该 像耶稣一样吗 我们是不是有跟耶稣 常常在一起 以至于别人说 哇 你跟耶稣有夫妻脸 有吗 虽然我是男生 讲这个很奇怪 但是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渴慕呢 所以讲到这边 我们大家都知道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我们给神一个掌声 仰光姐跟我的爸爸 得到金钟奖 哇 真的我们全家家族 甚至弟兄姐妹 都欢呼尖叫 但是我相信 真的就像爸爸 还有很多人祷告 包含最近很多金钟奖 基督徒的艺人 他们最后通常会讲一句话 叫什么 荣耀归给神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我相信如果是真心讲这句话 那是真的 因为知道 其实我们能够得奖 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而是神的荣耀 是神的工作 所以今天不是 我要再次强调 不是出国宣教 才叫成为祝福 不是好像在教会服事 才叫成为祝福 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杨光姐 就像爸爸 他在大学教书 就像广播电台 无论神呼召我们 无论在哪里 无论做什么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荣上 加荣的呼召 Amen 无论你有没有得奖 杨光姐她说 她36年 努力 才得奖 但是她 只有经验 才得荣耀吗 没有 当她默默为神 忠心摆上的时候 她已经得着天上的荣耀 她已经在荣耀神了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无论你有没有得奖 无论你在哪里做什么 我们一起回应 荣上加荣的呼召 我们一起来 得到这个 存到永远的奖赛 Amen 所以讲到这边 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呼召 其实可能你 还不是很清楚 你的呼召是什么 但是神给我们 共同的呼召 就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好我们大声的 我们一起来宣告 再次回应我们主的呼召 而请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所有在天和地上的权柄 都被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门训所有民族 施洗他们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教导他们遵守 所有我吩咐你们的 且看啊 所有日子中 我与你们在一起 直到世代的结束 我们都很清楚大使命 我们也都会背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 回应主的呼召 我们有没有真的 每一天跟主说 主啊 今天我要怎么样来完成 你的大使命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有时候 有一些帕子 是拦阻 我们回应神的使命的 就像神的话语说 我们也很清楚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得着能力 然后在耶路撒冷 犹太玄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主的见证 主要我们不只在 本地本族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家庭 甚至我们还不认识的人 甚至有机会 我们去短圈 就像古庭 也开始去短圈 很多地方短圈 我们怎么样 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要来 做主的见证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常常我们生命的每一天 在忙碌 在一些事情当中 我们就没有 回应主的大使命 我自己在反思的时候 有时候拦住我们 蒙蔽我们 福音使命的三个parts 常常我们就会觉得 等我有呼召 等我有感动 我才去传福音 我才去回应 主的大使命 但是这个就让我想到 最近我们在 林良堂宣教院 讲员他举了一个例子 应用在我们的家身上 就像我们家 回到台湾 感谢主我们三个孩子 他们也开始认领家事 我们老大约约比较高 他洗衣服 他可以挂衣服 然后老二老三 他们帮忙折衣服 然后或者是帮哥哥 晾衣服等等 然后有时候帮忙扫地 他们很享受 感谢主 但是如果有一天 他对我说 爸爸 今天 我要等到我有感动 我才去洗衣服 然后弟弟跟我说 爸爸 我要有呼召 我才要去折衣服 那你们觉得 当然这觉得很好笑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回应 天父给我们的使命不是吗 主啊 我要有呼召 我才要去做什么 我要有感动 我才要有什么行动 当然不是的 求助挪去这个帕子 我们不要等到有什么呼召 有什么感动 这是我们每一天 应该要有的行动 阿们吗 当然 很多人 包括我以前自己会说 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那个交给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人 去传福音就好 但是这难道 神的大使命是这样说吗 所以你们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人 要去 没有 你们要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 所以不管我们觉得 是的 有一些人或许他有这个恩赐 传福音很有果效 但是 没有传福音恩赐的人 也要去 不用担心 不是成为祝福 我们就是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学习耶稣 怎么在 各成更加 甚至是本地本着 我们来传福音 这是我们的使命 是的 我们可能生命中有很多的难助 我们有很多的忙碌 我们没有心力 但是是不是 这就代表有时候我们把神的吩咐 把耶稣摆在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的后面呢 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先忙忙 我们要先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才有空来传福音 当然不是 每一天的生命 我们都在回应神的故障 神的话说 勿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勿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第五节御名其念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不是我才是传道人 我们大家都是传道人 勿要传道 我们每一个人 要来做传道的功夫 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生命 来传主荣美的福音 Amen 虽然这个过程 有时候会忍受一些苦难 有时候有很多的不容易 我相信我们当中 当中很多人 就像这个经文讲到 我们要随时 anytime 我们anywhere 用任何的方式 anywhere 我们都要来传扬福音 虽然这个过程有很多的苦难 有很多的不容易 就像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常常为我们带导 真的是回首这七年在印尼 真的是让我们经历了这三个很大的苦难 真的这是在整理的时候 真的想到2016 凯旋的时候重病的情形 然后2020年 我爸爸妈妈在雅加达陪我一起淹水逃难的情形 然后2021年 我们在Delta的那个Covid的病毒 我们怎么轮流确诊 然后很辛苦的彼此的隔离 但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试着那时候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真的这一切真的都过去了 这一切比神 让我们在那边看到他的恩典跟作为 真的是算不得什么 而在这样的苦难当中 我真的很深的体会 我还记得我在这个全家确诊 隔离了一个多夜 终于回到教会来服事 我那天我就跪在讲台上 我说主要今天你让我活着 我要来好好的传道 我要好好来为你做见证 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一次的服事都不是枉然的 可能我们已经很习惯一些服事 但是我们还能够活着 我们还能够服事神 这不是白白得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能够活着 我们就要来传道 而我们好好的为主活着 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Amen 虽然感谢主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也看见神在印尼 真的神有很大的工作 看见神很多人因此认识耶稣 祂的生命被改变 包含家宴的妈妈 信主受洗得救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一切不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成果 不是我们的工作的报告 曾经我是觉得 我是一个没有传福音恩赐的人 但是我所做的 我们所做的只是 主啊 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 所以我们要对主说 即使没有恩赐 也要传福音 Amen 在今天的最后 我特别有感动放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我们家族的应该都了解 中间那一位 拿着大鼓的 就是我的外公 以前在中台神学院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代是这样子 出去传福音的 舅舅之前有跟我说 他们以前就是 他就跟着阿公 打鼓 然后阿公就传道 吸引人的注意力 哇 然后做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或许在现在会觉得 怎么可能 或许现在觉得 哇 这样会被别人嘲笑 会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 还是他们那个时代 是这样子传福音 我真心的祷告今天 传福音的火 不只是我的外公 不只是今天的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 用神给我们的呼召 跟方式 我们来回应神的呼召 就像现在神 虽然好像带领我们 从宣教工厂离开了 但是神提醒我们 我们夫妻也常常打到说 主啊 宣教的工作不能结束 我们在台湾 我们要继续宣教 如果你呼召我们去哪里 我们要去 所以上次很感动 很感恩 就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的母亲 她因为常年的脚很酸痛 一直没有办法站立起来 所以后来我们就 我们跟我们学院的张老师 我们就一起去 为她的妈妈祷告 为林老师的妈妈祷告 那时候我有个感动 我们就带着我们的三个孩子 一起去为她来祝福祷告 真的很奇妙 当我们同心为他们祷告 虽然好像没有什么 好像就只是一个 很单纯的祷告 我们唱一首诗歌祝福她 但是感谢主 她那天原本不能够自己站起来 要别人扶她 祷告到最后 她靠着自己的力量 靠着神的力量 站立起来 好不好 我们归人要给神 太好了 神经兄姐妹 我要再次说 无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要继续传福 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始 我们在台湾宣教的一个开始 我们跟神祷告说 主啊 我们在台湾 我们要继续宣教 真的这次回来古厅 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 我也看见古厅 真的我们亲爱的家人 弟兄姐妹 也用各样的方式 在回应神的呼召 不管是我们的师母 去参选里长 希望在政治界 希望在这个环境 在社区里面 带下一个转化的祝福 包含我知道我们的教会的团队 在研发一个APP 花了很多的时间 要通过LINE的方式 要能够来 不管是圣经的问答也好 或是社区 能够跟社区有一些接触的工作 我相信神要我们的宣教 有各种方式 但是重点是 主啊 今天我还能够为你做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 你能够为主做什么 你可以去问牧师 你问师 我说主啊 我要来为你做什么 我还能够帮什么吗 今天我特别感动 我请 佩玄先预备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是 当我在预备这个联合师 我在后面预备 讲到我听联合师班 在这边练习的时候 今天我在后面听 我是真的非常的感动 以前我也是坐在当中 一起练唱的人 但今天的那首歌 当然我本来就很喜欢 但今天那首歌 当我在唱的时候就是 或许大家可能觉得 那就是一个平常的练习 普通的练习 可是我刚刚坐在后面 我深深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深深感受到 主啊 这不是只是一个练习 每一次的练习都是一个敬拜 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恩赐 我们都会唱歌 主啊 求你使用我们的歌声 能够来感动更多人的心 包含我们自己 就像那首歌 不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才能 势力 我们要依靠神的灵 方能诚实 在后面祷告的时候 我甚至跟主祷告说 主啊 有一天 联合师班的人不只是坐在这两边 甚至这边也有人开始坐 联合师班的人开始邀请更多人 说我们教会的师班 很棒 每一次都有很多的感动 你要不要一起来唱歌 虽然可能他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你要不要一起来唱歌 歌真的很好听 我来教你唱歌 我来陪你唱歌 或许这就是神给我们教会 一个传福音的方式 这个师班绝对不是只是 一次性的赞美 是的我们赞美神很好 很荣耀 但是我相信神要使用我们联合师班 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事工 我们来回应神 有一天在练习的时候 我相信会有更多人就坐在这边 即使他没有参与在师班里面 但是他坐在这边 就开始在敬拜耶稣了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再一次的求主挪去 我们生命的帕子 但是这要我们顺服圣灵 要我们新转向主 以至于我们能够除去帕子 我们能够得到自由 好不好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出去 蒙蔽我们生命的帕子 蒙蔽我们呼召的帕子 蒙蔽我们使命的帕子 然后今天也想请家宴 我们今天用祷告会的第一首诗歌 圣灵我全心来承认你 我们欢迎圣灵 当成我们的祷告 说主啊我渴慕认识你更多 Amen 求你接去我们的帕子 Amen 更深的认识耶稣 我们一起唱 圣灵我全心承认你 全心欢迎你 现在求你来充满我 圣灵我全心承认你 全心欢迎你 现在求你来充满我 圣灵我全心承认你 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 我们一起说 圣灵我全心依靠你 单单跟随祂 全心跟随你 现在求你来充满我 圣灵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跟呼求 圣灵我全心承认你 更多的渴慕祂 全心跟随你 现在求你来充满我 请你来再次充满我 渴慕的心灵 现在求你来充满我 请你来再次充满我 请你来再次充满我 可目的心灵 现在求你来充满我 我们同身开口来祷告 我们求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能够除去怕止 归向耶稣我们同身开口来祷告 祢我们谢谢祢 祢我们再次来回应祢 祢虽然我们的话语 就要到一个结束 祢但是祢圣灵的工作没有结束 祢还是做不到的 祢能够做到 祢主要是现在控耶稣的名 祢要来捆绑 杀但魔鬼一切的拦阻 一切自高之势 祢要以实际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的 祢要谢谢祢 祢要今天 祢要求祢来赦免我们自高的罪 自已的罪 祢要求祢赦免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可目的 更多的可目的 谢谢耶稣 祢要求祢来赦免我们 谢谢耶稣 谢谢 好不好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 我们一只手放在我们的眼睛上 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一起祷告说 主啊 求祢来挪去蒙蔽我们眼睛的帕子 更求祢来挪去 那个蒙蔽我们心眼的帕子 主啊今天 主啊虽然聚会要到一个段落了 主啊但是 还是宣告祢圣灵的工作没有结束 我们是祢的百姓 主啊教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一群蒙教的人 是一群被拆派的人 主啊今天求祢帮助我们 接去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蒙蔽我们更认识祢的帕子 接去那个蒙蔽我们 呼召跟使命的帕子 以至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我们所在之地 我们能够来回应祢的呼召 我们能够来完成祢的使命 谢谢祢 孩子相信祢听我们的祷告 特别求祢来祝福古灵生教会 主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事工 主啊求祢加倍来祝福 主啊以至于我们这些事工 不是一个routine 不是一个习惯 主啊乃是一个荣上加荣的服饰 是一个更多能够来荣耀祢的服饰 是一个更多人能够来到祢的面前 得着祢荣光的服饰 谢谢耶稣 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充满 常与我们众帝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